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报名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扬言 一定要和中国度到底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个度法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前不久在推特上公开发表声明 指责中国海警对菲律宾的船只进行供给和挑衅 扬言会用更强硬的手段 争夺在南海的主治权和管辖权 马克思之所以发这么一条声明 是因为最近在南沙海域联系发生了两次 比较有火药味的冲突 在仁爱礁附近 中国的海警船与菲律宾的补给船发生了碰撞 还有两艘中国的海警船 用水炮交叉碰射了一艘菲律宾的海警船 视频上传的互联网非常直观的 向全世界展示了中非之间的力量差距到底有多大 菲律宾政府在南海问题上 如今已经是骑虎难下 今年以来 菲律宾海警在南海的每一次挑衅 都会带上一批记者 现场拍了许多的照片和视频 想用造舆论的方式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但是这种做法收效甚微 西方舆论的关注点 依然是在乌克兰战争以及巴以冲突上面 甚至连美国银行破产的事件都获得了比南海中非冲突更大的关注度 新闻媒体的介入没有给菲律宾政府带来多少同情和支持 却断了菲律宾政府自己退却的后路 既然已经落到这个地步了 小马克思要是退缩 显然会遭到菲律宾民众的谴责和舆论媒体的嘲笑 一顶丧权入国的大帽子是跑不掉的 它的支持率本来就在不断的下降 所以小马克思现在是没有退路了 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 菲律宾都难以在南海采取什么进一步的升级行动 菲律宾的综合国力极其有限 美国日本的支持也是极其有限 再闹下去 菲律宾政府将更加的灰土土脸 菲律宾的民众将更加的灰心丧气 根据菲律宾海警发布的消息 12月5号中方的水炮打击 造成了飞方两艘海警船严重的受损 其中一艘的导航系统被破坏 另外一艘失去了动力 中国海警船上的消防水炮威力强大 不但打坏了外部的电子设备 还打断了菲律宾海警船的栏杆 打碎了风挡玻璃 菲律宾方面之所以还没有还击 一方面是没有这个胆量 另一方面他们的那些老破小的船艇 也确实承载不起大功力的水炮 不还击还能换来中方的网开一面 如果说强行还击的话 这可能后果难料 事实上菲律宾没有升级事态的灰色手段 如果一定要升级的话 那就是动用枪炮了 用真枪实弹 但是在南海在当前的战场态势下 对中国先开第一枪 谁都无法预料后果是什么 连美军都不敢轻易动枪动炮 菲律宾有老的胆量先开枪 所以小马克思在媒体上的强硬声明 也只是外强中干的叫嚣 我们好奇的是 他打算用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手段 来支撑自己的豪言壮语 11号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宣称 菲律宾海警不会向中国海警低头 但我们船上的水炮 是为了帮助扑灭海上的火灾 而不是用来攻击或者威慑其他船只 看来菲律宾是准备忍气吞声 小马克思接下来的动作恐怕还是请求 美国和日本的进一步的援助 甚至有可能的请求美国海军 或者是美国的海警直接介入 但无奈美国自己是一身的狮子 捉都捉不完 乌克兰中东两个热点一个都甩不掉 国内两党恶斗互相攻击 一件事都干不成 哪还有精力顾及菲律宾这个惹祸金呢 日本恐怕更指望不上 这个小跟班像是躲在美国的身后 朝美国的对手刺牙 你想让他冲锋陷阵是不可能的 美国和菲律宾之间是有共同防疫条约 但是从法理上说 这个条约不适用于中非争议地区 为了菲律宾 美军在这个离美国本土一万公里开外的地方 准备吃薄上阵 同蒋文贤拼命吗 我是看不到美军有这样的勇气的 我们不妨笑看小马克思 这一只热锅上的蚂蚁还能坚持多久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